为什么你那下会主动地把你的那个交给他看 我是想关系好一点 转换一点 告诉他我赚钱辛苦 一年二十来万 家里开销也要二十多万 都是我出来 我是想告诉他一个这样的信息 他完全就觉得你赚了二十多万 他没有拿到他手上去发 知道吧 就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态度 这个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他先路为主的观念会误判我 我都还跟他交涉到什么程度 具体我就跟他说 我没家里买任何东西 我都登账 我都拿票 你不要跟我登账 我跟你举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我以前四年前要买一样东西 我天天上班没时间去买 这个东西是十块钱 我跟他说了半个月 一直买会回来 你先听我说 你先不要插嘴 买车的时候 我这样跟他说的 我是这辆车我买 你用平时的加油 你自己加 自己要用 我会加油 他当时跳起来这样跟我说 态度非常强硬 口气非常不好 当然是你加油 什么什么什么提 我当天花火了 我就不给他了 我自己开 我车子二十万我都出了 你平时你去上个班 你加个油加不了吗 你不要在这里搞人设好吗 你还怎么说怎么说 他是说买个车 带孩子出去玩方便 你不要天天歪着说 你说事实 不要听 我听到东西 跟你解释的东西 完全不一分事 你要是都说事实 在这里讲了就没意思 我会不会跟你在这 我就会走掉 如果说他提出来 买了车 你开你加油 你会同意吗 会同意啊 肯定会同意啊 啥子也会啊 他是说买个 开出去给小孩子 你一直这样刷法 我没法跟你 你还怎么怎么 你没有交流这件事好吗 肖女士的陈述 瞬间激起了 王先生的情绪 他愤然离场 想要放弃调解 他来这里 就是想要调解 他还在这里说假话 说有啥意思 王先生觉得 妻子简直满嘴谎言 不愿付出 满是算计 这让他更加确定了 自己对妻子的判断 也越发坚定 不会让妻子掌握经济大权 然而对于丈夫的这一态度 肖女士却另有解读 我觉得那个人另有主张 肖女士认为 丈夫一味地指责自己 不肯把钱交出来 是另有目的 因为就在前不久 丈夫的一个举动 完全印证了他的猜测 那么 王先生究竟做了什么呢 待观察员廖喜玉 重新将王先生带回现场 他会如何回应